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长安十二时辰》 作者马伯雍 演播张腾月 第七集 鸟汝能以为这是张都尉在开玩笑 可对方脸上书无笑意 他是京畿齐州人士 家中世代都是捕道之力 父亲 伯父先后死于贼士 后来朝廷垂恩 破格把他拔着到长安为例 所以他临行前发下过誓言 一定要在长安城 做个让恶人闻风丧胆的干例 才不辱莫加风 张小敬干了九年不良帅 整个万年线都服服帖帖的 这在姚汝能看来 简直是一个最完美的偶像 他出发之前暗自激励自己 一定要从这位老前辈身上多学点东西 说不定将来也能当上不良帅 甚至县位 没想到这一位张都尉和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 姚汝能想象中的捕道老手 应该正气凛然 像一把磨刀似的锋芒四射 贼道为之束手 可这位张都尉 行事说话都带着一股子邪劲 具体哪不对 说不上来 可总之呢 是隐隐带着来自黑暗面的不安信息 他忽然想起 李毕临行前的叮嘱 对此人远观即可 不可尽交 不由得心中一灵 这时张小静忽然问道 你做捕利没多久吧 啊 对 三个月零八天 妖汝能回答 那我问你 做捕利该当如何行事 自然是稷恶如仇啊 张小静惋惜的摇了摇头 那在这个城里 可活不了太久 妖汝能站起身来 我敬重您是前辈 也钦佩您的手段 可您别打算用这种言辞 吓跑我 我会继续履行职责协助您 同时上保一切可疑动下 除非您把我杀了 面对这个轴人 张小静也有些无奈 他比了个随便你的手势 什么都没说 不良人们 这时已经慢慢聚拢过来 姚汝能交代了几句 忽然想到了一个细节 回头问道 张都尉 仓促之间 人手有限 那些商号 平时进出的人那么多 该怎么盯烧才好 只盯胡人 这种事 他们不会信任外族 张小静毫不犹豫地回答 其实大唐从来不以血统而论 长安城汉湖混杂 非中原出身的文武官员多的是 就算是静安司的属原里 也颇有几个精通算学 熟知行商的狐狸 不过 一下大王这种论调 总会有人偶尔在心里嘀咕 涉及到胡人 要不要跟西氏鼠报备一下 姚汝能刚提出点意见 就立刻被张小静不客气地打断 我现在需要的是手和脚 不是一张嘴 姚汝能不敢耽搁 领命而去 静安司并没有自己的不良人 都是从各访各属就近争调 需要花点时间 张小静在奇谎下 双手暴毙一动不动 表情凝滞 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此时太阳一块形至天顶 时间正像渭水一样飞快地流逝着 他的独眼一直望向远处的望楼 望楼上一片平静 尚无任何旗帜挥舞 他等待的另外一个消息 至今还没有动静 与西氏一访之隔的静安司 此时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忙碌 所有的书吏们都买手于无数卷制之间 殿中只听见卷轴被展开的刷刷声 溥仪们一刻不停地从外面抱来更多卷宗堆在书吏案前 为了提高效率 他们会提前把卷轴展开 铺在一个简易的逐插架上 这样书吏可以直接浏览内容 不必在展卷上浪费时间 每位书吏都配发了三具插架 一架用来展卷 一架用来浏览 一架用来卸卷 保证书吏在任何时候抬眼 都有现成的卷子可以阅读 他们必须在两课之内 完成一件既简单又困难的工作 开元年后 突厥和大唐之间的贸易 一直处于停顿状态 但双方的需求却不会因此消失 精明的西域商人 早就注意到了这其中的商机 悄悄地建立起了一条中转商路 他们从草原收购毛皮牲畜 以西域货物的名义运入长安 再从长安运出绸薄茶盐 辗转运去草原 不少长安的虎谷大商号 都与突厥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礼弊调来了近五年来 所有进出长安的商队过锁 重点核茶 羊皮 牛津 泥岩 铁器 这四宗货品的入出量 前两者是草原特产 后两者是草原急需 哪几个商号经手的货量越大 说明与突厥人的联系越紧密 对静安司来说 这意味着曹破岩找上门的可能性就越大 这是张小静在临走前 跟李璧定下的办法 在往常这些统计数字 得让户部忙上几天才能有结果 但现在时间比朱玉还宝贵 这些各部调来的暗毒高手们只好拼出老命去 算筹差点都不够用了 李璧虽然没有参与具体事务 但他背着手一直在书案之间来回踱步 仿佛一位国子健的老夫子 过了一阵 他扫了一眼垫脚水中 然后又烦躁地摇了摇头 转回到沙盘前 谭奇 你觉得张小静这个人如何 李璧忽然问 谭奇正在把望楼最新的通报摆在沙盘上 听到李璧发问 不由得厌恶地耸了耸鼻子 向游心声 我看他就是一个粗陋的登徒子 真不知道公子 你为何把前程压在一个死丘身上 谭奇是汗湖混血 鼻梁高耸 瞳孔有淡淡的琥珀色 他是李璧的家生璧 母亲是小薄律人 从小在李家长大 聪慧有识 所以最得李璧信任 说起话来很随便 听到谭奇的问话 李璧用指头敲了敲桌面 太宗在法场救下李卫宫时 曾有一句圣训 使功不如使过 太宗能用李卫宫 我为何不能驾驭此人 谭奇撇撇嘴 他哪配合李卫宫比啊 我看他一直在偷看你 你可不要做红服啊 嗯 谭奇面色一红 话灯时接不下去了 狠狠地挽了他一眼 李璧哈哈大笑 疲劳烧去 忽然又轻轻叹息一声 你若知道他的来历 就不会这么说了 难道还是罗刹鬼转世不成 谭奇撇撇嘴 李璧道 那是在开元二十三年 突厥突其师部的苏鲁可汗作乱 围攻安息波乱城 当时在波乱城北三十里 有一处封碎宝城 驻军二百二十人 他们聚宝而首 硬生生顶住了突厥大军九天 等到北庭都护盖家运率军赶到 城中只活下了三个人 但大道始终不倒 张小敬 就是那幸存的三人之一啊 谭奇用衣袖 掩住嘴唇惊讶 光从这几句 不带渲染的描述中 都能嗅到一股惨烈的血腥味道 张小敬 归国续工 除寿 非其位 在兵部只要打凹几年 便能视鹤为官 前途无量 可惜 他与上风起了局语 指得卸甲除急 转了万年线的不良帅 一任就是九年 半年前 他因为杀死自己上司而入狱 谭奇倒吸一口冷气 不良帅的上司 那岂不就是万年线的县位 下杀上 立杀官 那可是不义之罪 唐绿中 不得摄诱的十恶之一 为什么他会杀死自己上司 他问 不过李弼 只是微微摇了一下头 谭奇知道公子的脾气 不该说的 绝不会说 于是换了一个话题 公子 你为什么会选 这么危险的家伙 李弼 抬起手掌 猛然在虚空一抓 只有最危险的家伙 才能完成最艰巨的任务 长安城 长安城现在微如雷软 非得下一副 至刚至烈的猛药不可 谭奇探道 公子的眼光 谭奇从不怀疑 只是周围的人会怎么想 贺奸又会怎么想 还有公里那位 公子为了那一位 可是往自己身上加了太多负担 他太了解大唐朝廷了 靖安寺这种地方 就是个天然的靶子 哪怕有一点点错漏 执掌者就要面临无数名枪案件 李毕把扶沉横在壁弯 眼神坚毅 为他也罢 为黎民百姓也罢 这长安城总要有人去守护 除我之外 谁又能有这心智和胆量 我虽是修道之人 亦有济世之心 这份苦心不必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徐斌捏着一张纸 匆匆跑过来 口中高喊 名单出来了 徐斌他们完成了一个 不大不小的奇迹 居然真的在两课之内 汇总出了数字 名单上有七八个名字 都是这五年来 四类货物出入量比较大的胡商 一辆排名 李毕只是简单的扫了一眼名单 立刻说 传望 不行 望楼转移太慢 张小敬现在何处 谈其之道公子 已经进入认识状态 收起谈笑 指着沙盘道 西市第二十字街 北驱向前 姚汝能和他在一起 在沙盘上 代表张小敬的 是一枚孤零零的灰色人勇 和代表吕奔军的猪桃勇 代表突厥狼味的黑桃勇不一样 用快马把这份名单给他送去 李毕吩咐 廊下既配有快马 骑手随时待命 专门用来传递内容复杂的消息 名单被飞快地卷入一个小鱼桶内 骑手往锈管里一插 一家马凳应声而出 马踢声迅速远去 与此同时 大嗓门的通船跑入殿中 与快马恰好擦肩而过 报 赫肩返回 他肺活量十足 唱起鸣来 弃玩神足 李毕眉头一皱 他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这可不太寻常 他看了一眼 后者会议 乐仗一打 把代表张小敬的那枚灰色桃勇 从沙盘剥开 通船把另外刚送来的几份文书 也一并交过来 这都需要李毕先过目签收 他且看且签 突然间眉头一挑 从中拿出一份 随手交给了旁边一个小利 低声交代了几句 李毕刚刚吩咐完 贺老头子匆匆迈入店内 劈头第一句就问道 常元 你居然任用了一个死球 文冉拍掉手里的蜡渣 把父亲的牌位摆了摆 然后轻叹了一声 今天可是上元节呀 真的要走吗 屋子里没有人 他只是在自言自语 刚才有人送来一个口信 口信里有一个独特的暗号 他知道这是恩公发来的 口信说让他立刻离开长安 却没提具体是什么事 这让文然有些为难 自从父亲死后 他依然接过这间香铺的招牌 一个人咬着牙惨淡经营 凭着几分倔强和执着 现在生意已颇有起色 上元节各处都要用香 正是赚钱的好时机 若是自己现在离开 可要少赚不少钱呢 但这是恩公的命令 文冉不能不听 若非恩公 去年文家早就家破人亡 父亲生前曾反复叮嘱 让他一定对恩公言听计从 他轻轻叹息了一声 把行囊整理好 顺手抬头 看了看墙上的货牌 木牌密密麻麻 每一块都代表了一份 沉甸甸的订单 文冉十字不多 不会写账本 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寄生意 他看到其中一块木牌 写了个王字 旁边点了十二个粉色墨点 这是安人坊 王杰度假的大小姐 订了十二封极品匠身云香 预定今日送到 文冉两道淡淡的峨眉皱了起来 这份订单对文记香铺 可是至关重要 那位小姐对自家的和香 爱不释手 一直想要挤封心的 若把他哄高兴了 日后整个高门女眷的圈子 都会搭向名气 安人坊在敦一坊的东北方向 隔着三条大道 距离不算特别远 文冉心想 好歹把这份订货先送过去吧 再出城不迟 他逐一既定 转身取来云香 放到一个逐渣的箱架上 背出门去 文冉本想另一匹骡子 可今天过节 附近脚铺里的牲口 全被定光了 家架都没有 没奈何 只能背着箱架子 一路走去 此时路上行人颇多 他挤在人群中 勉强走到重业坊 却走不动了 这里有一处玄都观 达官贵人 多来此处进香 各色牛马大车 停在房口 堵得水泄不通 百姓们 只能暂时停下脚步 耐心等待 文冉安静地 站在队伍里 浑然未觉 在对面 淮珍坊的房角 九四二楼 一道阴森森的视线 越过宽阶 在他身上 来回扫了几回 一个穿着浅清官袍的 中年男子 收回视线 缓缓举起酒绝 他双眼瑕促 鼻尖挺而勾 一动嘴唇 便会扯动鼻翼与眼尖 好似一条蛇 在脸皮之下游走 这个女人 你们看见了吗 他挫了一口酒 淡淡问道 旁边的几个锦袍少年 听到询问 纷纷点头 中年男子 愿读地说道 他和他爹去年那案子 搞得鸡犬不宁 还网送了一个 县位的姓名 今天既然让我撞见了 可见是天意呀 此仇不报 别人会说我 封大伦好欺负 你们一会儿 可得好好关照一下他 紧抛少年们 都哈哈笑得起来 眼神里进入银邪 封大伦把酒绝放下 你们尽管放手去做 张阎王在狱里等死 这次谁也保不住他 一提到这个名字 他眼神里 闪过一丝巨意和恨意 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到底哪种情绪 更浓烈些 为了驱散 这种令人不快的情绪 他挥了挥手 站着干嘛 还不赶紧去做事 紧抛少年们插手告辞 登登登的跑下楼去 文然好不容易 才从崇业坊的拥挤走出来 沿街走了一段 不知不觉中 他发现身边 多了几个浮浪少年 这些少年 各个衣着轻挑 袍巾开处 能看到脖颈下的 几缕深色纹身 浮浪少年们 开始只是在附近晃荡 然后一个个 不动声色的贴近 把其他行人排挤开 慢慢的 文然的前后左右 都被他们占据 这些人 彼此之间距离松散 却连成一条 坚不可摧的人墙 把他关在其中 大家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